今年看年的春山雪实在是阴影里一波热潮 不仅没有要收场的征兆 反而殃及牵连了越来越多的人 把节目组也架在了火炉上 这场表演的最大争议主要还是集中在 白蜻蜓到底有没有所谓失误 霸占山顶是他失误了 还是节目设计本就如此 另外他穿的那套和舞台色调并不搭的 黑色服装 到底是不是个人临时换的呢 从节目播出之后只是小有讨论 到现在成了众人研究的春山雪 整件事情愈演愈烈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没有任何一方出面做出正式回应 白蜻蜓方揭墨不严 央视春晚也没有直面问题的打算 只有网友们的猜测和各种线索在满天飞 有最新爆料称 白蜻蜓在上台之前消失了一段时间 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换了黑色服装 上台之后也是问题频出 这才导致央视的主持人心怀不满 主动内涵 可春晚又不愿意承担舞台事故这样的责任 也只能搭搭掩护 意图把这件事模糊过去 如果是按照这条爆料的角度思考 那么确实很多问题都能够解释得通了 春晚结束当天和粉丝直播连线时 白蜻蜓就被问到 为什么穿黑色 当时白蜻蜓明显迟疑 支支吾吾只说了个 随后就跳过了问题 如果白蜻蜓本身没有任何错误 那么事情刚刚迎接讨论的时候 完全就可以回应 不必忍受这么久的吐槽 魏大蜻和魏晨也可以侧面澄清安抚观众 表示三个人配合得很好 很顺利 之所以大家都闭口不言 就说明其中肯定是存在一些问题 经过发酵之后不断升级 而央视春晚方 一会主持人连番下场内涵 投诉白蜻蜓澄清视频 一会又表示走位被准确呈现 也像是不愿担责认错 但又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后来又两段内容 截然不同的彩排视频流出 乱上添乱 一般里三日走位和春晚现场一致 似乎能证明白蜻蜓的清白了 另一般里却是大家开始预想的 轮C走位 好像又垂死了白蜻蜓的问题 事实上抛开实质内容 这两段视频的流出 已经充分证明了春晚内部的混乱 刘雨宁在直播的时候提到 春晚是绝对不允许拍摄彩排过程的 为了保密和惊喜性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上春山的这两段彩排视频 又怎么能被大家看到呢 然而不管明星和央视如何博弈 准备如何解决问题 最惨的终究还是打工人 有两个春晚幕后工作人员身边的知情人 在社交平台上为朋友打抱不平 称白蜻蜓风波影响舞台 最直接的后果是幕后工作人员被牵连责骂 甚至是丢了奖金 丢了饭碗 还有人透露 很多工作人员辛辛苦苦都没回家过年 出了这个事 又被叫回北京开会追责 一句春晚的每一个走位都精心设计 并被准确呈现 被问责的只有幕后人员 也实在是令人唏嘘 如果白蜻蜓走位没有错误 那么编排就有很大问题 节目组可能要吸取教训了 其实春晚本就是一个节日庆典舞台 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宽乐的 但因为舞台细节不断被放大 各方反应逐渐白热化 使得事情彻底失控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理性看待吧 除此之外 白蜻蜓口碑翻车 陷入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看似是一时的翻车 却可能揭示了更多关于白蜻蜓的人品问题 而这似乎并非娱乐圈内人 不知道的事情 要知道白蜻蜓曾与魏大勋等人 有着亲密的关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关系似乎渐行渐远 圈内的好友们在公众场合 很少提及白蜻蜓 更令人怀疑的是 他与魏大勋等人的友谊 是否只剩下了表面的四大闲眼包 这一标签呢 而金晨曾与白蜻蜓搭档合作 一同参加综艺节目 现在就出发 然而某次影片收音里上 白蜻蜓却违约放了金城鸽子 让人对他的为人和职业操守 产生了质疑 这一事件 让白蜻蜓失去了一个拓展人脉 提升曝光度的机会 而孤注一掷的成功 更让他感到懊悔 就连在综艺节目 现在就出发中 白蜻蜓与沈腾的尴尬相处 引起了公众关注 沈腾一直以照顾后辈的大哥形象示人 但与白蜻蜓一同组队时 两人之间却出现了明显的沟通不畅和尴尬 这让人深思 为何沈腾对白蜻蜓的态度如此反常 这是否与白蜻蜓的人品有关 其实从白蜻蜓的种种行为 似乎就能看出 他在娱乐圈中逐渐孤立的趋势 在这个抱团群暖的地方 他的关系网逐渐变得单薄 或许这次春晚事件 只是冰山一角 更多的关于白蜻蜓 负面的传闻 可能早已传遍业内 如今他不仅面临央视的开队 更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 努力重新赢得同行的尊重 不过白蜻蜓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他是否能够在娱乐圈中 重新站稳脚跟 重新获得同行的认可 仍是一个疑问 而这次春晚事件只是一个引爆点 或许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内情 就连他与魏大萱的关系 也在风浪中岌岌可危 曾经的白蜻蜓与魏大萱的关系 可谓亲密如兄弟 他们在娱乐圈早期一同闯荡 共同经历了许多艰辛与欢笑 这种深厚的友情 也被外界戏称为四大闲眼包之一 是娱乐圈少有的羡慕旁人的友谊 一时间 这两位年轻有为的艺人 也成为娱乐圈的焦点人物 然而时间是一把无情的磕刀 慢慢地在白蜻蜓和魏大萱之间 留下了裂痕 随着各自事业的腾飞 两人的交情逐渐淡漠 这并非是因为彼此间发生了矛盾 而更像是因为各自的奋斗方向 逐渐背倒而驰 娱乐圈的竞争日益激烈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明天奋力前行 友情渐行渐远 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公众场合 人们很少听到圈内好友们提及白静婷 更遑论是他与魏大萱等人的交情了 这让人开始怀疑 之前所谓的四大闲眼包 是否只是一个虚幻的标签 是外界对娱乐圈友情的一种美好意向 或许这个标签只是一时的热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渐行渐远 变得越发遥不可及 娱乐圈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残酷竞争的场所 人们在追逐自己的梦想时 或多或少会因为竞争而疏远 白静婷和魏大萱的友情 或许正是这样的竞争环境下所受到的冲击 在事业和个人发展的路上 每个人都需要面对选择 而友情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往往成为娱乐圈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或许白静婷与魏大萱之间的友情 并没有真正散去 只是变得深沉而低调 他们或许在各自的领域默默奋斗 但心中对于昔日友谊的眷恋 依旧存在 在娱乐圈这个舞台上 每个人都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友情或许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悄悄变化 但曾经的点滴依然是心中美好的回忆 表面的四大显眼包标签 仿佛是娱乐圈里 一场惊心编排的舞台剧 而白静婷 似乎只是其中的一个配角 在公众场合 很难听到关于他与魏大勋等好友的真挚言辞 这种冷漠的背后 是否代表着娱乐圈友情的虚幻 或许这一切 只是华丽幕布下隐藏的一个现实 人们在追逐成功的过程中 真正的友谊 或许早已被冷漠所取代 四大显眼包 或许只是一个当时流行的娱乐圈名词 一个被媒体渲染过的时髦标签 然而时光荏苒 流行语往往是瞬间的追捧 随即被新的话题所替代 白静婷与魏大勋之间的友情 或许早已超越了这个流行标签 而人们对这个名词的过度解读 是否掩盖了更为真实的娱乐圈友情呢 时间是最好的检验者 但对于友情而言 是否同样成立 白静婷与魏大勋的友情 在公众面前或许显得不温不火 但这并不代表其真实性的削弱 在娱乐圈这个虚幻的舞台上 友情的真实性需要更为微妙的度量 或许他们之间的默契与默默付出 并不需要被外界过度解读 时间或许是唯一能够还原真相的力量 娱乐圈是一个充满荣光与经济的地方 友情在这片舞台上 或许会因为种种外在因素而逐渐淡漠 白静婷与魏大勋的友情 或许正是娱乐圈残酷现实的一个缩影 在个人事业的腾飞中 友情是否因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而逐渐疏远 这或许是娱乐圈里 每一段友情都要经受的考验 而这种弹幕 是否正是成功背后的一种代价呢 白静婷与魏大勋的友情 或许是埋在娱乐圈的表面之下 沉睡着等待唤醒 在这个看似虚幻的友谊标签背后 是否还有着两人之间 更为深刻的情感呢 友情的迷失 是否能够找回初心 成为彼此事业成功道路上的助力 而非阻碍 或许娱乐圈的表象只是冰山一角 友情的真实性 需要时间去揭示